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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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就是王法 你们好大的胆 我生于钱带刀侍卫 兄弟们听见没 带刀侍卫 打的就是你带刀侍卫 看一看啊 来看看吧 我看这个吧 看看啊 来 给钱 放开我 别动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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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小海 你怎么被抓进来啊 贺子锋 你为什么杀了我爹 我 我怎么可能杀你爹呢 那我爹是怎么死的 你爹当时 大胆黄徒 竟敢公然闯入大牢 杀害朝廷要犯 就是这样 又是袁长春 我去刺杀利尔多 没想到轿子上做的是 袁长春的王八蛋 利尔多诡计多端 怎么可能被你轻易杀掉呢 对 是我自不量力 都是我害死了我爹 安小海 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 快告诉我 账本在哪儿 我也是在保护我自己啊 只要账本的秘密在我这里 我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你怎么这么傻呀 你活着 只有你知道账本的事 如果你死了 那可就永远都是秘密了 把它交给刘大人 不光可以为你爹报仇 还可以为山东的黎民百姓 身争正义 何乐而不为呢 你别骗我了 我现在不相信任何人 安小海 我绝对没有骗你 安小海 安小海 到底说不说 说不说 说 到底说不说 说不说 到底说不说 袁长春 你这个王八蛋 说啊 说啊 不说是吧 好 住手 大人 困张东西 别人不清楚 你还不清楚他是何人吗 他是我贤侄 可他要刺杀你呢大人 废话 那一定是误会了 快 把他给我放下来 这 贤侄啊 快快快 贤侄啊 你 你受苦了 别装了 别装了 我知道是你杀了我爹 你错怪伯父了孩子 我自打知道你负遇害之后 马上下令全程搜索悬赏 悬赏 眼下凶手已经归案了 可真会假行行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一直在抓我 贤侄啊 你一定是误会伯父了 误会了 我在找你不假 可那不是为了抓你 你是为了保护你 自打你失踪之后 你父心急如焚啊 为此还特意找到了我 我与你赴商定之后 谎称你已经罔固 还特意大办了你的葬礼 目的是什么呀 为了保护你呀孩子 我也没想到 你父会遭此不测呀 对了 你父还告诉我 说你之所以有如此精力 就是因为你拿了那个账本 孩子 你父亲相信我 你也应该相信我 我说 伯父才是真心实意 想要帮你们的人哪 你看 我说这样 你把那账本 交给伯父来保管 这样你也会安全些呀 好 对对对对 遭此境遇 坏了谁 也都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 不复理解啊 那这样 我马上让郎中给你调伤 并且安排你尽快住下 不必了 孩子 这外面很危险呀 除了我的执州府 你同样还会招来杀神之火 相信我 生死又命 我只要你放我出去 好吧 那既然你想出去 我也劝你尽早离开我林青州 这样兴许会保住你这条小命 好 只是万一你有所闪失 你让我跟你死去的父亲 怎么交代呀 原葡萄 大人 给小孩弄点吃的来 是 不需要 孩子 这是伯父的一点心意 路上用得上 来人哪 在 带安少爷 去郎中府上就医 是 快快快 来 大人 这 他会带着我们 去找那个账本的 哦 背着明白 来 老板 来把面 好好烧得啊 老板 买口啊 好了 您的面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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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人 张大人 快快快 请坐 请坐 哎呀 郑宠没办法对付刘庸呢 这个贺子风 竟然自投罗网来了 李大人 你可得想好了 这个贺子风 他不仅仅是 格格身边的护卫 他也是六王爷身边的红人 这事要是处理不好 李大人你可就危险了 哎 哎 这我能不清楚吗 这本来啊 之前我是遵照 张大人的意思 想把这安家父子 已病死在这个狱中的理由 可谁能想到 这贺子风竟然自投罗网了 哈哈哈哈 哈哈 正好 哎 咱就利用一下 他的自投罗网 你看 人证物证俱灾 哎 杀害震灾粮案 关键证人这罪过 贺子风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砍头的罪过谁能保得了啊 那当然了 究竟怎么处置 这得还跟您和张大人 好好商议不是吗 这个安四海 还有安小海已经死了 这刘庸再怎么查 他也查不到 倒不是刘庸留在这儿 李大人 显得有些尴尬吧 呃 这 不是 我就是担心哪 刘庸不肯妥协 你有办法 呃 你 你怎么在这儿 不杀了李尔多 我是不会走的 行了 这儿危险 快跟我回去 哪儿安全啊 你们自己的人都被关进大牢里 还怎么保护我呀 你是说贺子风被关进大牢里了 对 他去劫我爹的玉 结果自己成了杀人凶手 被打得遍体鳞伤 行了 路上说 走 走 走 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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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我们最后一条线索也断了 大人 都是我办案不立 不怪你 本来就是李尔多的天下吗 大人 还有一件事 安小海跟我说的 子风去大牢救安四海 结果刚到大牢 这安四海已经死了 自己没救成人 反倒被关进去了 城市杀人犯了现在 在 子风啊就是太拖大了 鲁莽啊 我回去救他去吧 那你不也是刺头罗网吗 那不能不管他呀 会管 我去找李尔多要人吧 老爷 怎么向府人说呢 我去说吧 老爷 老爷 来 喝口热汤 有劳夫人了 夫人 先放这儿吧 我等会儿喝 怎么了 老爷 有新事啊 没有啊 有没有我不知道 说说 夫人 我要告诉你 你可别着急 快说 子风啊 被下了大狱了 子风他怎么会被下了大狱呢 鲁莽嘛 非要去捷狱救这个安四海 结果让李尔多给算计了 现在自己成了杀人犯了 李尔多这个狗官 竟然敢栽赃陷害 那我这就去找皇上 让皇上斩了他的狗头 你看 我说了你别着急嘛 你还是着急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老爷 你快想想办法呀 你别着急啊 我人做 我进屋慢慢跟你说 啊 他现在呀 关键是李尔多手里有把柄 你想啊 这案子是他自己做的 他能有什么缺陷呢 所以很棘手 要我说啊 这事都怪他自己 都是给惯了 我爹他没儿子 他就仗着我爹喜欢他 从小啊 他就被安排在我身边 说是陪着我 其实就是我爹 派个人盯着我保护我 可这时间一长吧 我就真把他当弟弟了 明白明白明白 老王爷那心思我能不知道吗 夫人 你还记得咱俩成亲的时候 我一看好 怎么来这么大勾搁的一个 就陪送过来了 什么意思 这是来抱送格格的 我一看不对 这是来盯着我的 怕我欺负你 是这意思吧 我爹他就是怕你欺负我 派个人来怎么了 是我没说什么呀 没说什么呀 没说什么呀 还有啊 你看这个 子风平时对我那样 咱俩万一有个磕头碰脸 你看他还拿我当大人吗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 当着人面就输了 我说什么了夫人 我没说过什么吧 可怜天下父母心 你懂这意思 我呀 就拿他当你弟弟了 那是 我们子风 那从小可是在王府长大的 吃穿用度 跟我都是一样的 刚过十八岁 就被皇上封为 三匹御前带刀师妹 跟你 没法比吧 是是是 所以我不敢说什么呀 对不对 那我爹可是把他当亲儿子养的 看出来了 完全看出来了 要不怎么灌这么没样呢 你说挤这灌了 你怎么对刘喜儿的呀 你想想 你看你把他灌得没样子呢 也是 反正是 也没得用 这个子风呀 哪哪都好 最大的问题就是爱托大 你说这大牢 是说能结就能结的地方吗 老爷 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呀 罚子呀 也不是没有 这能有什么办法呀 这案子是他们编的 罪名是他们诬陷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又想出个什么办法 才能帮他洗脱罪名呀 不是 夫人 重点不在这上的 李耳朵跟贺子峰无冤无仇 他干嘛难为他呀 他不是冲过来的吗 我胆子们这 我呀 找一趟李耳朵 你不是冲过来吗 我跟你低个头 认个错 你把人给我 把人救出来就信我 没有什么过不去 这可不行 他李耳朵算什么东西啊 老爷 你虽然官级降了 可你是谁 他是谁呀 你怎么能向那个狗官低头呀 不是 夫人 大牢里的日子不好过 毕竟是自己人 少受一天罪是一天罪 先把人救出来 以后好办 听我的 哎 夫人 你说子峰票出来以后 这小伙子得熬走成什么样啊 这 老爷 您还笑呢 三品带刀侍卫 大内高手 让一帮狱卒给擒住了 就冲这个 我也得把它弄出来 我太想看他那样了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老爷 刘大人到了 快快 请 请 李大人 樊老刘大人 大王府衙啊 刘的这就过来了 清车熟路 谈不上樊老 来来 见过刘大人 见过刘大人 这是剑内和犬子 这是公子啊 让刘大人见笑了 这平日里繁忙于公务 这不今日正好有一点闲暇 才让他们到府衙来 李大人为国为民 鞠躬尽瘁 刘某自愧不如啊 刘大人过奖了 我听说刘大人 您还没有自私啊 惭愧得很 西夏无子 遗憾了 来来 下去下去 我跟刘大人还要公务 好 夫人走好 来 刘大人 请坐 请坐 李大人 坐呀 刘大人 下官正准备向您请罪呢 这安四海和安霄海父子 已双双亡固了 下官本来想尽力保护 但是回天无力 李大人不必自责 没有保护好安小海的安全 这事我也有责任 难辞其咎 关键是让刘大人 白跑了一下济南府 下官本来想 刘大人去了济南 请了通省办案文书之后 顺理就至岸了 可没想到这人已死 下官无能啊 李大人 坐 坐些说 大人哪 其实不瞒刘大人 下官已经把杀死安四海的凶手 捉到了 只是这 我知道 贺子锋是吧 大人有所不知啊 这安四海可是我林青州的大善人哪 这几年光景不好 人家是开仓放梁 百姓心目中 口碑极佳呀 这不 百姓们联名尚书 逼迫本官 要严惩凶手 下官实在是为难 所以 还请刘大人 您明示吧 李大人现在 在手里有什么证据吗 人证物证俱在 安四海身上的刀伤 正是与贺子锋身上的佩刀的刀刃是吻合的 关键是狱卒亲眼所见 这就不好办了 这是铁案哪 那李大人现在想怎么处置呢 这 男不就男在这儿吗 刘大人 按理说呢 人证物证俱在 铁案事实摆在这儿 我理应把卷宗上报刑部 等待处置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那 关键 他是您刘大人的人 您说你我同朝为官 理应惺惺相惜 这件事情 我本应举手相助 可刘大人 这事实 我难哪 李大人 这个惺惺相惜啊 刘某非常感动 但是在我看来呢 贺子锋是冤枉的 您想啊 他跟安四海 根本就不认识 他杀他干什么呀 他们都这么分析啊 说贺子锋 建了安四海的家财 顿其歹义 所以就挟持为人质 逼其交出家产 可没想到的是 这安四海奋力反抗 所以贺大人这才失手 杀了人了 哦 那就完了呀 李大人现在 不是已经有决策了吗 不不不不 刘大人 其实本官呢 也还有另外的一个想法 哦 愿问其想 你说 贺大人身为三品带刀侍卫 又整日在格格身边护卫 是吧 这丰衣足食 他干嘛会图安四海那点家财呢 如果非将他作为建材起义 才下此毒手 实在有可能委屈了贺大人 所以想交给刘大人来处置最好 李大人 您怎么能证明他没杀人呢 你看 头一条 您这儿有人证玉卒啊 下官了解过了 玉卒呢 当日晚上的确有喝酒 这眼花不明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物证呢 这刀口一致这怎么解释这个 贺侍卫身上也不止一把佩刀吧 而且光凭刀口 就能百分之百确定吗 可问题还有百姓联名上书呢 你怎么跟老百姓交的呀 这人证物证都不存在了 下官自然就会跟百姓解释清楚的 李大人真是费心了 嗯 刘大人 下官看刘大人是个坦率之人 那下官就不妨直说了吧 嗯 下官只希望您带走贺子锋 但是 尽快离开我林青州吧 您有所不知啊 这百姓之中不乏懂事理之人 万一造成恐慌和不理智的行为 到时候 你我都不好交代 好吧 李大人 既然您如此费心 那这样 离开林青州一事 我答应您 好 刘大人 那今晚我就给您和格格 摆送行酒 不能再麻烦了 您这么多天已经欠了不少人情 改天您到东昌府 我当面请您 刘大人真是爽快之人 那下官送刘大人 不送不送 请 请 请 子凤 你没事吧 哥哥你别担心 我没事 子凤啊 这次真的受苦了 刘大人 没事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那帮哥哥 我早晚收拾了他们 都这时候了 你还发脾气 你还不长着记性啊 老爷走 好好养着 走 好好养着 老爷 你还笑了吗 咱们这次啊可真是败了一塌碗 不是说哪里夸 什么叫败啊 这不是好事吗 好事儿 哎 咱们被人赶了出来 咱们被人赶了出来 案子也没查出来 子凤又被人打成这样 这叫好事儿 不是我问你 我找李耳朵干什么去了 当然是救子凤了 救出来没有 救出来了 完了吗 好事儿啊 可是老爷 不用考虑面子 官场争斗 面子一文钱不值 人罪要紧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拆手 你说这个子凤啊 平时啊 目中无人 还有拖大 这次好了 被人打成这样 还没地儿说理去 好事儿夫人 更是好事儿 也是好事儿 夫人你想啊 子凤哪吃过这亏呀 他哪知道阎王好见 小个难产啊 平时在京城 见的都是皇宫贵重 自己呢又是名门望族 他见过这个 吃一切长一智 这回怎么样 苦落平阳被犬气了吧 记住了 好事儿 全是好事儿 老爷您心可真大 心不大怎么办呢 宰相肚里能成传 老 夫人您 您真是夸我呢嘛 这 你说呢 兄弟啊 这次你心啊 我佩服你啊 我佩服你啊 佩服你啊 你给我走 少得点心灾乐祸 你这个人什么事儿啊 你怎么还不知好歹啊你啊 走 心灾走走走走走 贺大哥 你想吃要什么喝得要什么呀 七宰给您做去 我不 不用 谢谢七宰姑娘 你这身上有伤啊 哎 行行行行 你看她把她厉害的 走走走 咱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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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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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死了 萌南姑娘 你溜下 为什么 您问问塔销吃点什么呀 你去啊 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去去去 赫世伟 你想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 我去给你弄去 那行 喝碗粥吧 粥 好 走走走 嘿嘿 我跟你说七才 我跟老爷这几年 学了不少东西啊 虽然说不是 般安如深 但是我看人挺嘴的呀 哈哈 是不是你说 啊 我一会儿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吧 哈哈 秋武座 你知道的多 你说他这伤 什么时候能好啊 我觉得伤势不太严重 应该很快能好吧 很快能好是什么时候啊 哎 夫人你说你是何苦啊 我怎么了 哎 我不挺好的吗 要不是有这机会啊 我哪能这么长时间 跟老爷在一起 走这么多地方 看看这 沿路的风光 夫人 我说要不然 什么要不然 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你到哪儿我到哪儿 我寸步不离 只要留在老爷身边 我就开心 哎呀 老爷有什么大不了的 一切都能解决的 别整天拉着一张脸 来 来 笑一个 笑一个 这就对了 多谢夫人 今儿啊 路边停会儿吧 好嘞 老爷 没 task 那走 那 Bryant 伴侯 还可以 我对碰� 我去照顾哥哥的 我没事 我能躥 我看 您也不用... 子枫啊 没事吧 瞧这个 跟双打了的茄子似的 吓了 别吓了 打我 他们算什么东西 是吧 这算什么事啊 明枪易短暗箭难防 胜败哪边家常事 谁败了 我没败啊 我这应该算是被暗算了吧 他们胜之不武 光明长大的话 我一个打他们几十个没问题 对对对 子枫说得对 要争论武艺 他们不是子枫的对手 还有你 刘大人 你怎么也这么窝囊啊 怎么能像那种人低头呢 子枫 我 我 你处姥爷想让让什么呀 刘德青山寨不怕没柴烧 这些贪官早晚会让姥爷给办完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 踏踏实实地养好身体 什么都别想 我了解子枫 他呀 就是从来都没有受过这委屈 行了 哥哥 这事没完 这帮人我昨晚收拾他 对对对 子枫 到时候我帮你一块收拾他们 行 得得得 收拾这个 收拾那个 你胖子也收拾到谁啊 待着吧 老爷 老爷你看 听不出我好来话 你是不是被打傻了呀你 你是不是以为我受伤了 就打不了你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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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 弄点水去 活该 来 子枫坐这歇会儿啊 我不累 来 子枫啊 嗯 子枫 机 机 机会来了 好几十根 好 展三 退后保护老爷 是 全都给我抓住 这不是就是些普通百姓吗 戈壁洞 咱们还不知道他们什么身份 各位 各位 你们都是什么人啊 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老爷 行行好吧 我们就是一些村民 好几天没吃饭了 能不能闪口吃的 各位 大人不要动 谁敢上前一步 格杀无论 把刀放下 各位 各位 有什么事慢慢说 啊 鬼老爷 我们就 就是想逃口吃的 老爷夫人 求求你们发发慈悲吧 我儿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孩子怎么能饿着呢 朝廷每年都会发放赈灾银两 你们怎么这么多人 都饿得没饭吃啊 夫人 你有所不知 宰皇就是看不到边儿的大窟窿 朝廷下发的赈灾银 我们根本就拿不到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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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了 求求我们 好饿啊 七彩喜儿 跟我去拿吃的分给大家 孟楠 看看我们还剩多少银子 我自己也拿了分给大家 走 是 快 起来 你是哪儿人啊 林青州 你那边啊 为什么在这儿呢 被官府赶出来了 来 你以前在林青州是干什么的 我是卖肉的 你呢 卖菜的 明白了 没事 吃吧 来 我们调转车头 带上这一批村民 原路返回林青州 好 是 大人 对 你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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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瓶 是 已经 这帮人搞什么鬼 消息可真够凌充的 秦朗 大人 你怎么看 回大人 卑职没看明白 小心有诈 这袁长春平时 是这么个人吗 甭说让他归地求饶了 在我的印象中 我就没见他认过错 这里面肯定有事 知道了 任不走 你唱的这是哪出啊 大人息怒 小人自知有罪 所以特地在这里贵银大人和各位父老乡亲们 请各位父老乡亲和大人们责罚 我有一事不明啊 大人请说 你嘴里说的这个父老乡亲是指我身后的这些灾民吗 正是 哦 袁捕头 你也知道这些灾民就是你林青州的百姓啊 这天下之大都是我大清的王土 天下的百姓也都是我大清的子民 他们有权利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地方 你和李尔多算什么东西啊 凭什么把他们赶出去 李大人并没有让小人把这些村民和难民全部赶出城去 当时李大人交代属下妥善安置这些难民和村民 属下接到命令之后立马就交给底下的人 就这几个混账东西 他们接到命令之后 在办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办起来颇为复杂 竟然把那民和村民全部都赶出城去 属下完全不知情啊 当时也是怪属下衙门中的事情繁多 没有亲自过来监管 这才要成大错 属下今日前来特地向格格和大人们请罪 请大人责罚 这分明就是在推卸责任 无耻 你们俩干吗呢 直接把他们打死咱们进城就完了吗 就这么简单 你这脾气还不小啊 气成这样了你上啊 我 刘大人 我觉得这回刘晓说的是对的 行了 行了 我问你 你们李大人现在在哪儿呢 李大人知道此事之后 觉得心中有愧觉得乌烟面对大家 现在正在闭关思过 现在绝食不见客啊 大人 老百姓吃不上饭 他也绝食了 是吧 看来这个悔过之心是很真诚啊 大人 这件事情全部都怪在属下 和李大人无关 刘大人明鉴啊 明鉴就明鉴吧 我告诉你啊 这事太简单了 回去把你们李大人叫出来 当着百姓的面 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 把话说清楚之后 再请老百姓踏踏实实入城 给人家妥善安排 这样老百姓才能跟你入城 你这么着贵诈这管什么用啊 这老百姓能心安吗 对啊 让李二多给我滚出来 大人请看 属下已经遵李大人的命令 开设了为期二十天的周棚 这二十天之内 官府必定将这些难民和村民安置妥当 李大人也是真心实意地 想要帮助大家 请刘大人开恩 恳请刘大人能前去府衙 救李大人一命啊 小姐们 先进城吧 等一会儿我见了李二多 一定给大家讨一个公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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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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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